80分钟 这边的船的力量是有点大了 给的比较深 倒三角 进去之内危险 角度很小 又是杨焱 杨焱啊 现在已经被铺成了 有点像这个我们平常开玩笑说的 机械门将 什么球都能铺得住 这一下塔比莎这个停球啊 更多的是像踩在脚下 球感是这 比赛关赛 可以看得出来 大家对于这一场比赛的期待 另外呢 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两队球员的一个身体状况的情况 那大家也知道啊 山东球迷都是非常关心 队长郝俊敏的情况 我们看到呢 郝俊敏呢 到目前为止 还是没有进入到大名单当中 那据我的了解 目前郝俊敏的身体状况呢 还是恢复得不错 相信呢今天这场比赛呢 侯伟指导会给他更多的出场时间 而这个青岛队这边呢 昨天是有四名球员在场边进行这个单独训练 我们看到朱婷和伍克维奇呢 是进入到了大名单 经过我跟球员的一些了解呢 他们在今天这场比赛呢 很有可能会获得一些时间 获得一些机会 另外呢 齐鲁德比实际上是在13年 上一次齐鲁德比呢 实际上是在13年 而在这个名单当中呢 是有不少人参加过那一年的齐鲁德比 在山东太人这边呢 有晶晶道和宋龙 宋龙那个时候呢 是青岛队的球员 而在青岛队这边呢 是有立鹏 朱建荣 刘建等球员 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呢 双方还是说比较熟悉的 今天这场比赛呢 双方也是希望 十个八年 这个齐鲁德比 再一次取得胜利 现场情况呢 也是这些 我们把画面交给主持人 三分钟有吗 一场身体上的设计账荷 和上不是影子 新人生的男人来着空 十分期设计账荷 刚才行程 全新DiO 电动车队已经到了 各身结束 并双方便坐在队上 铃码zy 也基本上啊 小众非在 东西 不合同吧 宝敬 啊 最后的一次我们会给我们的朋友们 直接来找一个人的朋友 打个背后 让我们的朋友们 我们的朋友们 有没有活动 有没有活动 我们的朋友们 我们的朋友们 可以帮忙 要不要付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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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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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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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